欢迎收看狗Markets本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照例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市场情况 那么澳洲方面在连续股市上涨了五天之后 昨天澳洲股市终于是受到了欧美股市下挫的影响 在开盘就出现了下跌 那虽然在午饭之后有所回升 但是总体上始终没有能够爬上前一天的收盘价 最终导致澳洲200收盘是下跌了0.5% 勉强收在5400点之上 价格是在5405点 那中国方面昨天上阵指数也是曾经努力想回到3000点之上 那么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都是维持在2970左右 但是在最后的一个小时 曾经一把想努力压上3000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就差两个点 最终上阵指数是收盘收在了2998点 就差两个点还是没上3000点 其实它就是上了3000也没啥用 因为我们知道3000点已经来来回回不止两三个月了 已经四五个月了 始终就是上不去3100 有一次上去之后呢 到目前为止也仅仅上去了一次 就被打下来 所以上阵指数上不了3100 或者说站不稳 3100之上 一切都是免谈 那深圳方面呢也是一样 深圳是跟着上海是一个小地 深圳方面呢也虽然有所上涨 但是呢总体来说 依然也是涨幅比较有限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欧美方面 欧洲股市呢 昨天虽然是 我们知道呢 这个德国银行依然是在下跌 依然是在下跌 但是呢最终啊 这个法国和英国的话呢 总体上呢 已经基本是恢复到了打平的水平 虽然是跌幅呢 也有0.1%到0.2% 但是这样的跌幅呢 基本上来说 应该说已经基本是控制住了 但是德国跌幅呢 稍微多一些 在0.3%左右 美国股市呢 昨天因为这个是知道 是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 第一场辩论会 在这个辩论会上呢 希拉里的状态要明显好于川普 因此呢 使得市场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受到鼓舞 美国股市因此上涨约0.7个点 不是0.7个点 是0.7% 另外呢黄金 昨天轻微下跌 石油呢 昨天则因为再一次传闻 说到呢 这个伊朗啊 他不愿意现在签署 现产协议 因此呢 油价昨天再次下跌 2.7% 那么今天的热门话题 我们着重就来说一下的呢 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现在外汇交易呢 为什么这么流行 或者说为何流行的趋势 越来越强 第二点呢 也是来帮大家简单说一下 何为鹰鸽之一 就是鹰派和鸽派 那么先来说一下这个外汇交易 我们知道呢 这个外汇交易呢 不仅仅是在国内 在国外呢 华人圈里也是越来越流行 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其实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的十年呢 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 这个中国的经济总量呢 现在已经超过了日本 成为呢 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随着经济的发展 那么大部分的人均收入呢 也在提高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 现在啊 全中国超过资产 100万美元以上的人数 已经高达了400万人群 400万 而且这个人数呢 是以每年25%的速度在递增 也就是说 每年有100万人 新增资产超过100万美元 其实我觉得这个数字呢 还是相对于比较保守了一些 我们知道 现在在北上广深行 五个城市 在市中心范围之内 十公里之内 你只要拥有一套住房 平这个面积在100平以上 那其实你就是百万富翁 而且这个百万 还不是人民币的百万 已经是美元的百万 所以说 新一代的房价暴涨 其实也是促成了 无数新兴富豪的升起 那么这些人群呢 他们的投资欲望 或者说投资要求 就比较高 所以就这样来说的话呢 我们首先就是有了客户基础 第二点呢 就是看一下这个资金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两年 中国的这个经济啊 是虽然还是在上涨 但是这个放缓的速度非常的快 也是第一次首次破了7% 那因此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从中央到地方 各大政府呢 都在不遗余力的花钱 想试图呢 能够维持住经济的增长 包括呢 大量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那以及呢 央行和各大下属银行呢 不遗余力的新增贷款 就是放水到这个市场上 那么这么多的钱 现在流通到市场上之后 它总得有个去处 而且这么多的钱 实际上很多 也是流通到之前我们说到的 那400万人群的手里 所以现在有了人 有了钱 他们自然而然呢 就会想到投资 那么作为我们中国人 首选的投资 第一就是股票 第二就是房产 那么股市 大家也知道 中国的股市 从去年股灾到现在 整整18个月过去了 现在的还是这个价 从5000点掉到2000多 2000多现在回到3000点 始终爬不上去 看似是死水一潭 那么中国的股市如此 因此大部分人就把热钱 是涌到了房地产市场 我们看到这个房价 在今年也是飙涨了 这个帝王是屡线不止 包括了北京 上海 深圳 市中心的房价 甚至高达每平方米 十几万元 是令人炸舌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相信呢 或者说不是我们相信 事实上 有一些人 其实头脑还算清醒 或者说 有一部分的资金 并没有完全的流动到 房地产市场 这部分资金呢 也在寻找除了房地产以外 其他可以分散的投资渠道 所以我们看到呢 从今年开始 这个期货 贵金属 这个像 焦煤啊 像这个罗文钢啊 像大豆啊 像这个棉花啊 农产品啊 几乎能炒的都炒了个遍 这也说明呢 现在的国内的资金是迫切的追求 或者说是寻找一个可以投资的渠道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那外汇投资呢 包括了这个现货黄金啊 就成为了一个除了房地产和股票之外 大众可以选择的投资模式 那你说你这个钱出又出不去 转又转不出去 股市又不能投 房价现在又这么高 你要做最后一棒吗 还是你觉得还会涨 所以你手里拿了钱 放银行要贬值 那怎么办 所以因此呢 很多人就是把这个钱分散开 这边投一点 那边投一点 那么虽然是分散开 由于其总量实在太大 就算是分散到外汇行业 它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刚才说到的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刚才说到 我们也提到了一些 有钱了 有人了 但是没有投资的产品 就是说投资的选择非常之少 因此这个热钱 就是在不同的市场里 永来永去 那以上三点呢 其实也是中国目前过去 十年经济走势的一个大的缩影 钱多了 有钱的人也多了 但是依然 可供投资的选择 非常有限 那接着第二部分 我们再给大家着重来说一下 就是我们经常在报纸媒体 或者是这个 美联储的一些新闻里面看到 某某某人说话 属于鸽派 某某某人说话呢 它属于鹰派 那这个鸽派和鹰派 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其实鸽嘛 就是鸽子的鸽 鹰就是老鹰的鹰 所谓的那些鸽派呢 通常的意义呢 就是那些支持 继续维持宽松 或者说继续 偏向于宽松类型的政策那些 那些 不论是话语也好 人物也好 或者是他的观点也好 凡是偏向于宽松 偏向于继续维持 或者扩大刺激的 我们呢 把它称为鸽派人物 或者鸽派讲话 那么另一方面 那支持那些 比如说是现在 尽快恢复到现有正常利率 或者是收紧钱跟 收紧钱包的那些呢 相对于比较激进一些 我们则把它归纳为鹰派 鹰派人物 鹰派讲话 所以这看似靠左的是鸽派 鹰派靠右的是鹰派 而其中的中间点呢 就是投资者 或者说市场的一个期望值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 这个歌或者说这个音 它并不是永恒的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终点 就是投资者的期望值 向左偏移了 而且是偏移的很多 换句话说 如果大家呢 都是期望它要降息 而且是要严重的 或者说是非常大力度的 继续刺激经济 而实际出来呢 结果呢 并非大家所想的那么大的力度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使它是继续在刺激经济 即使是它属于 按理说是属于鸽派 但是我们依然是可以把它 理解成为一个偏鹰派的说法 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央行 市场普遍的都预计日本央行 比如说要付利息 继续付利息 再拿更多的钱出来 结果呢 出来的结果 日本央行的确 它也是拿了钱 但是它没有付利息 因此如果是低于了市场的预期值 那么你即使是一个支持量化宽松 或者是支持自己经济的方案 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是一点都不割 甚至还有点鹰派 所以说很多时候到底是割派还是鹰派 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个市场的预期值的 预期值靠左 那你稍微偏向右 那你就是一个鹰派 那如果预期值已经很差了 或者说已经是要牺牲得很明显了 你只要稍微做一些回调 或者是策略性的回复 偏软一些市场上呢 就会把这原本应该是属于鹰派的理解成割派 所以这个割合鹰啊 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关键还是参照物这个市场的期望值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指数 应该来说呢 澳洲指数总体上来说 目前依然是在一个上下震荡的环境中 并没有明确的走势 这上上下下目前也始终 没有出现一个明确的信号 因此呢 目前来说我们以澳洲指数 依然是以等待为主 挂单可以选择在过去三天最高价 5445挂单买入 那在卖出方面呢 选择分为两种 激进派可以选择在 5375的价格挂单卖出 如果保守一些 则再往下 等到它跌破了5346 我们挂单再卖出 再来看一下澳元方面 澳元呢 在昨天晚上曾经也是一度是爬上 0.7680 7680这个强大的阻力线 但是第一次上 通常呢 没有什么好果子 维持了不到两小时 就开始下跌 但跌下去40个点之后呢 在美国股市的上升 帮助之下 澳洲的这个澳元 再次尝试冲击7680 到目前为止还是被压制住 那么今天什么时候 能够冲上7680 那么它第二次冲上之后 继续往上的可能性 就要比昨天会大大的增加 因此 针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考虑呢 今天的挂单 买入单 挂在7680上方 上面一点点 再挂在7688的价格买入 卖出单呢 也是分为两种 激进一些的话呢 可以选择在0.7645 就开始卖出 那保守一些的话呢 跟昨天一样 要在0.76左右的话呢 再去挂单 设定就设定在0.76卖出 再来看一下 美国油石油方面 那石油价格 从26号上周开始 到现在整体呢 说错 从26号是前天吧 前天到现在 两次触底 44.3 44.30 两次触底都没有打破 那说明这4430呢 目前成为一个短期的双底 比较强硬 这个价格 就是现在石油的短期支撑线 那么另外同时呢 如果美国油从目前来看 如果呢 它再往下跌破 一小时通道的话呢 那么这个整体来说 美国油呢 还是会处于一个下跌趋势 所以今天的挂单 我们以下方的双底为底线 如果双底跌破 44.30跌破的话 我们可以在44.10的价格 挂单进场 另外买入价格的话呢 则依旧设定在 一小时通道线之上 也就是45块三毛钱 再去挂单进场 最后来看一下黄金 黄金价格 昨天是我们比较成功的 我们说到黄金 在过去三四天 一直维持在1344到1333 上下11块钱的长方形通道 那昨天呢 通道线被打破 1333直接掉到了1325 下跌了8块钱 那相信这8块钱呢 也是足够我们现在的这个 投资者呢 盈利了 那如果你昨天没有挂在1333卖出 现在来看呢 稍微有些迟 稍微有些迟 那么今天呢 既然已经低了这么多 我们现在价格肯定就不适合立刻进场 只有等待它再创新低 再创新低 那么今天呢 我们可以考虑的挂单 整体上来说 卖出单可以考虑在这个 掉破了今天最低价 大约就是在1324的价格挂单卖出 那买入价的话呢 有两种考虑 第一个就是相对于激进一些 只要今天创了新高 爬上今天早上的最高价 大约是1328 我们就可以在1328块5毛钱 留5毛钱余地 1328.5挂单进场 那保守一些呢 还是以一小时通道线为例 再重新上了1333之后 再去挂单进场 1333挂单买入 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大约是在澳洲时间晚上10点30分 美国的耐用品订单数 再往后看 晚上12点钟 美联储主席耶伦将会发表讲话 这个消息非常重要 之后呢 在晚上12点30分的时候 欧洲央行行长 将会发表讲话 同时 美国的石油储量数据 也会公布 因此今晚 对于美元 对于欧元 以及对于石油的走势来说 将会比较波动 投资者呢 需要谨慎对待 那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 我会订阅 我会认为 我会认为 感谢观看